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能留 而且还是个总监特助 艾勒 一会儿去财务那儿领工资吧 苏总 我会让人事部写个推荐信 之后找工作也不会太难 你不能让我走 我求你了 你让我留下来吧 之前你小错不但也就算了 我可以容忍你 这件事情 我也想本来自己知道就行的 但是谁让你工作疏忽拿错油盘了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 我也只能按公司的规矩转实了 我不能走 我怀孕了 什么 我怀孕了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 公司不能辞退怀孕员工 走 走 奶奶 你帮我就交到财务部 帮我报一下 这么着急 给海亚买奶粉钱 我跟你说 艾勒 你这是投胎吧 咱们公司二胎政策特别好 你什么时候上二胎 我前天欠 看着市场部小王领了五千块 你要是抬到什么 行了 楠楠 我觉得这一抬什么时候 还不是规制术呢 你赶紧帮我报了 什么规制术 行了行了 我还要喝咖啡 吃点东西 谢谢苏总 你怀孕多久了 大概 大概 不会吧 这个都不记得了 记得 二十多天 好 好 那今天少穿高跟鞋 也别喝咖啡了 你抄走了吗 太新气的应该有了吧 我还没来得及坐呢 我太忙了 我忙完这事我就去 这事怎么能拖呢 这样吧 正好我约了个医生 现在去吧 我这 怎么办 不用了 不用了 为什么不用了 我去 去不了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还想瞒我 苏总对不起 我确实是没怀孕 我太害怕被公司辞退了 所以我 我对不起你 我就是要去不去 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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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我们换个地方聊 你的意思是说 赫赫把你抛弃了 更确切地说 是用完之后把我抛弃的 在公司这么多年 我替他干了多少事 好的 坏的 几乎全部都进我的手 而他去了英国以后 他就对我不管不顾的 他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 你知道吗 他曾经跟我说 他带我去英国结婚的 他有老婆 你不知道 他老婆在英国 结婚已经八年了 结婚已经八年了 苏总 是我对不起你 赫赫一直认为 是你把他挤走的 就在外面查了很多你的事情 然后让我在公司里到处传 他让我跟踪你 公司论坛上那些偷拍你的视频和照片 都是我干的 他要陷害你 他要栽赃你在公司有财务问题 可是我没有这么做 他太坏了 我根本下不去收 其实很多事情 已经有份部书 我也能猜得到 怎么都知道 你为什么还让我留在你身边 我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大方 我就是觉得你也没犯多大错 平时工作呢 还挺努力的 你也没犯多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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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多吃一点 吃吃吃 嗯 别客气啊 好 宋盛 咱们俩上这儿干吗来了 吃饭呀 饭一口没吃 东西你买了一堆 你想干吗呀 打折嘛 打折就能乱买呀 那那那 化妆品 你家里还没用完呢 你买一条新的 这面膜我记得家里还有两盒 这些东西都是消耗品 留着嘛 早晚会更上的 去 再说了 我花我的钱你急什么呀 你问我急 我只想提醒你 什么叫节省吗 我买东西我高兴 不然怎么凑够两千块钱啊 等等 什么叫非得凑够两千块钱 我不告诉你 你必须告诉我 送你忙 好吧 我告诉你 满足一下你的好奇心 你开 第一呢 我买东西高兴 第二呢 够两千块钱 我有好运气 就像昨天的粉红拖鞋一样 我买回来 今天产品才会那么顺利呀 为了运气 我买到腹 有关子 我的对 你摆到腹 就算了 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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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要别再加 好 谢谢你啊 唐明哥 那你早点休息吧 拜拜 唐明哥应该还不知道 我和颜小秋的关系 那女人也肯定不会乱说 怎么挡我路的人 偏偏会是你呢 郑主管 果然雷厉风行啊 我们这次部门推广的预算 可不是一般的大啊 就担心你们的路线跟策划 浪费我们的资源 我们负责挣钱 你们负责花钱 从这个层面上看呢 费总能花的每一分钱 都与我们事业部的许翰在里面 羊毛处在羊身上 跟苏总久了果然不一样 过奖了 等一会儿我得先看这个 你 对对对 这次的路线策划 我得亲自上手了啊 每一条路线对应的活动策划 都需要当地政府的吉利配合 所以呢 所以我要申请出差 出差 因为就目前来看这些路线 缺乏心意 而且和女性健康的 契合度并不高 看来你有更好的主意了 错了 我希望你能够向公司申请 联合爱美成立一项专项基金 帮助偏远地区的患者 说了 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 让你辞职吗 因为我颜值高 因为你确实值得我挽留 现在证明呢 我是对的 谢了 你的提议我赞成 我会去跟罗总申请的 等你的好消息啊 等等 你出差要去几天啊 我不在家因为有安全感 你去咬 forest 你去咬 appar 我能够买 你去咬嚏吧 你去咬我不要 我能够买 这肚子 你也会去咬我 我能够买 你至少 我能够买 我能够买 怎样 这样的话我就谢天谢地了 你知道吗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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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一周没有你的新闻了 一周了 一周了 才一周嘛 才一周啊 你看看那叶丽莎 你看那叶丽莎 好了 童鸡 以前烦我有乱七八糟绯闻是你 现在呢又担心我没有绯闻呢 还是你 姐姐现在在轴扶起 等着后继勃发呢 对了 上次那个情感节目 什么时候播呀 好久没出来了 本来说当是明天播 但是呢 我们可能也指望不上 就上次你这个表现啊 说不定被人家剪光了 也是可能的 你知道吗 你想想别的办法 我可没指望他们啊 我是谁啊 我可是糖果果 行了 我进屋休息一会儿 你坐会儿啊 来来来 后继勃发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喂 阿晨这片吗 我谁 我糖果果呀 对 是这样的 我听说您下个月不是开演唱会吗 我上次拒绝您两次邀约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次呢 如果你有需要 我肯定会去的 已经排好了呀 那下次 好嘞 拜拜 谢谢 你是什么意思吗 喂 姑姑 姑姑 最近怎么样 我最近挺好的呀 潜心在练新歌 所以就没有出席活动 难怪没有在新闻上看到你 对了 你最近有没有跟小鼠见面 她没再欺负你吧 欺负倒算不上 就是没怎么搭理我 其实我也没怎么搭理她 果果 她不找你 你可以找她呀 你追男呢 隔层杀嘛 如果你真的喜欢她的话 就打给她吧 要主动一点 姑姑 你是真的不了解郑楚 我越追她 她会跑得越远的 况且我又不是没找过她 上次啊 我去公司找她 看见她跟苏莽在一起 我已经找不到米娜就走了 再说 她们又是邻居 因为你快上班 我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 我越来越没有自信了 果果 你放心吧 郑楚跟她没可能的 郑楚最近忙 是因为忙着做我的项目吗 你听我说 我真的希望你可以跟郑楚在一起 我会在后面全力帮助你的 那就谢谢姑姑了 好了 你先去忙吧 保重身体 知道了 我看好你哦 拜拜 可以 康尔 郑总 最近MG爱美之旅的事情进展如何 AMG很忠实跟我们的合作 所有的细节 每天都会发进度表给我们 而且所有的细则 差不多都是超进度完成的 策划部的总监也说 在所有的合作商中 和AMG的合作是最愉快的 对了 苏总那边也传来消息 说为了突出 我们这次项目的公益性 已经向集团申请 将我们这次爱美之旅的 所有收入 与我们成立关爱基金 专注给无助的患者 是苏盲他亲自申请的 是的 他已经跟小镇总 开始重新规划路线 而且志愿者招募也已经展开 集团的影响力也大大提升 好的 没事了 你先出去吧 干吗又那么想我 不是限制我购物吗 我就知道你没那么狠心 这是今天早上统计的 你家里缺的东西 只能照这个单子上的拿 其他的最好别看 我更不能买 就买这些啊 那来这儿干吗 随便找个超市都解决了 说好了的啊 都听我的 你还真拿鸡毛当令箭了你 令箭也是你给的 拿出来 拿出来 黄粟面膜的皮肤好 监控里看着你特像一小偷 这个总可以吧 这个不行 换个口味总可以吧 换个口味也不行 你干吗呀 这个也不行 哪个也不行 要什么行 哪个都不行 不买了 回家 你别生气嘛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我又敢找你为我好呀 我花自己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有什么错 既缺既买这是原则 可是你这个也不让买 那个也不让买 我很难上去知道吗 好好好 这样啊 只要你乖乖听话 买完东西 我领你去一个能让你开心的地方 我考虑考虑我 这 我还没时候给你去呢 你真以为我有病啊 你怕了 别怕了 不怕你走什么呀 不 我本来就没病 我干吗要来这种地方 来这种地方 不光是来治病的 也可以证明你没有病 我本来就没病 我干吗要证明呢 没病啊 没病呢 你走吧 我本来就要走的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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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辈左转就是出口 千万别停一下 走啊 我干吗要走啊 你干吗不走啊 我花了钱了我当然不能走啊 那你自己在这儿待着吧 那麻烦你快点走啊 又别停下 一直往前走 千万别停 快走 快走 我这不走呢吗 又你管啊 我 我 你心里害怕 还在那儿嘴酱 不是 谁怕了 不不不 我说你 我 我说我说谁 你要走是吧 我偏不走了 我就要进去看看 谁怕谁啊 你别勉强 进来呀 不是花了钱了吗 哪个行间 对啊 前面左转 对啊 来 让我们大家欢迎苏小姐的到来 欢迎 苏小姐 大家正在谈来这儿的原因呢 你作为新的同学正好可以听一下 刚才轮到谁了 是倩倩是吧 倩倩你继续 我是被家人逼来的 我喜欢买东西 我喜欢刷卡的感觉 因为购物能让我有快感 忘掉烦恼 其实满足我们生活当中的乐趣啊 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获得 正常消费是乐趣 而病态购物 就会影响到我们个人生活了 成为恶性循环 倩倩据我所知 你是由于购物成瘾 每月被银行催还信用卡 家里人还帮你还钱对吗 其实你们大部分人啊 都是为了满足短暂 疯狂购物的快感 而这种快感和满足 过后的失落感 反而会更大 你们说对吗 说得太好了 说得不就是你吗 苏小姐 你还没发言呢 对不起 我还有事 先走了 那个 老师 我忘了她还有事 大家加油啊 那家伙特别好 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是不是精神上受到了洗礼 有一种找到了同伴的感觉 什么呀 一群神经病 我再听下去也是浪费时间 最硬 老船 我我最近没时间陪你出去玩了一下 那行不行不 那那咱们楼下见 不是 我已经在回来的 回来 回来的路上了 马马马上就到 不是你慢点 你家大明星不是来找你吗 怎么可以让人家久等呢 你慢点 慢点 你是个孕妇 小鱼啊 你很孤单 我也很孤单 你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我们还可以聊聊天 嗯 天天啊 没什么 我们却有点心烦 这个时间不是应该吃你男铺 给你准备的宵夜吗 哪来的宵夜呀 人家现在在楼下 跟个小萝莉打青马俏的 我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 天天管冬冬写的不说吧 还带我去借什么购物屁 无聊 苏莽 你怎么听上去像是吃醋啊 上次你跟我说 享受被人照顾的感觉 不管那个人是他还是别人 现在你已经习惯生活里有他了 看到他突然对别人好了 心里不舒服了是不是 我吃他的醋 我怎么可能呢 你可不要那么快否定 你好好想想 他凭什么照顾你 凭什么对你那么用心良苦 如果你不喜欢他 就不应该记住这些 也不应该对他有那么强的占有欲 自从你跟他做了邻居以来 每次跟你通电话 你都会提到他 这就是喜欢 只是你自己不敢也不想承认罢了 没有 再说了 他也没说过喜欢我呀 小姐 你那么骄傲又自我 人家怕被你拒绝呗 不如你直接去试探试探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 再好的男人也不可能一直等着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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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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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架把您买来从来不用的东西 装到我这个箱子里 您放心 箱子管够一定装得下 凭什么呀 我买的都是我不用 我看着也舒服 干吗有这个 你看看啊 你这些包和鞋 从买回来我就没见你用过 不穿不用 留着干吗呢 偷偷扔走 这些包很贵的 到这儿别动 你答应过我的 都听我的 那这儿交给你收拾 我去卧室看看 我聊你很久了 郑主 你别太过分啊 这些东西都是跟我有感情 我舍不得人 相信我 等你找到更健康的宣洁方式以后 你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而且孩子需要一个健康理智的母亲 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观点 那我们的主仆关系就此接触 好吧好吧 我姐姐里又有证信了吗 你说什么 这些东西都是你搬家以后买的 佩服 我的心在滴血 我打算把他们放到二手网站 把他们卖了 这样可以减轻一点你的经济损失 你自己会舍得卖 你看啊 这些衣服都是我从商场把他们买回来的 就让我亲手把他们送走吧 你不要多叫醒了 等着买的就卖 这叫醒真深刻呀 我不跟你抢 行了 要卖你自己卖吧 不过得说话算话啊 干吗就有什么 我一向同情弱者嘛 何况你是我的商机 还怀着孕 一会儿别忘了吃早饭啊 今天礼拜天 我去菜场看看有什么新鲜的菜 我不会 不过去菜本当不过去菜 不过去菜 我去菜了 是不是 在哪里 我去菜 我去菜 咱俩 夏小小小小 岁 不吃早餐对宝宝不好 记得去上瑜伽课 你肚正好嘴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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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课上得怎么样啊 你不陪我去上课 是不是派人误会啊 怎么会呢 还在为你那些东西 安然神伤啊 没有啊 就是路 跟你说一声啊 我给你找了一阿姨 我们准备了一周的孕婦餐 这样我出差一礼拜 你也能对付 你怎么找个阿姨 我多靠谱啊 你知道我昨天买几点睡了吗 我收拾完那些出差的资料 天都快亮了 我这才能挤出白天的时间 陪你去郊区 去郊区怎么 跟大夫说了 你得给我出来走一走 别走人家窝着 你跟他一待不如上我 买东西给我工作 你需要保持心情愉悦 尽量减少工作量 就是说你昨天晚上熬夜 是为了今天陪我呀 我都替自己感到感动 要不你请我一下 做个奖励吧 我还是睡一会儿吧 行吧 睡吧睡吧 还有段路呢 睡吧 你到底能不能放风筝啊 我这不再放了 我都等了半个多小时了 不会放风筝 干吗带过来放风筝 我也没闲着啊 那是你跑得太慢了 你再跑快点 这不是快慢的问题啊 那边有个老爷爷 你 我帮你呢 我帮你呢 我去看看大爷帮他就行了 你这么年轻 还不如大爷 你不丢人呢 我帮你啊 忘记了 当年轻轻 你放心了 真是好久没这么开心了 是不是 我跟你说的吗 放风筝一定能让你开心起来 是啊 我看你累成狗 我当然开心了 你有见过这么帅的狗吗 你不就是吗 七点四十 别忘了去接触度假 我要是真去上课 那我才有病 喂 干吗 都出差了手还伸这么长啊 还有啊 多和我们家伯爵聊聊天 没人跟他说话 他会得抑郁症的 你这么啰嗦 我也会得抑郁症的 怎么样啊 这两天逍遥自在很爽吧 如不胡的摩嗦妹妹 很热情吧 我告诉你啊 别借着工作之明 满足自己的私欲 走婚的代价可是很大的 不瞒你说 这女儿活是真好啊 我太谢谢你派我出这趟差了 你以为你自己唐僧呢 进来 给你 什么呀 赫赫做坏事的证据 她这个人做事很小心 做过的假账都会销毁 不会轻易捞下把柄 可是我留了个心呀 部分账目做了拷贝 现在都交给你 为什么要交给我啊 你对我说过 吃亏是福 吃一次是福 这两次就是傻了 我已经傻了很多次了 我不会再让其他人傻了 其实经过这件事情 我也明白了很多 我也看清了很多人 人这一辈子 能遇到个好男人 其实不容易 正处是个好男人 而您的孩子也需要个爸爸 没有什么事我先走了 我娘 就来做了一遍 我娘 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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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总 看你中午没下去吃饭 帮你准备给牛肉饭 谢谢啊 最近事情太多 到公司一直忙 还真是不太忙 香菜啊 怎么 不吃香菜 我不吃粥 没关系 我挑出去就可以了 对了 晚上有门空啊 我有两张演唱会的票 凑个一堆 对了 晚上有两张演唱会的事 暗号来 不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了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了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